有六五十年 四十多年 一九六五五 不管怎么样 带个世纪 平常我也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李老师记忆力这么好 你看 李老师记忆力比我好多了 我又很感慨 不过我也想起一件事 李老师记不记得 所以我只谈天气 刚才说在月亮底下 是我们从车子下来 月亮很好 那真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元 那是一点对不起 比中国的量 所以我们两个像八宝才会在那一直看 月亮底下这件事情 是我们都记得 还有一次是在大太阳底下 那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发生地点在吉州湾 在吉州湾 有一年夏天五月节 滑龙船 滑龙船是市政府还是什么 我们在这条淡水河举办龙船比赛 那我就想去看这个滑龙船 看比赛 我就去叼扰余仙去按他的问题 请他出来一起去看这个滑龙船比赛 余仙好像觉得这有一点可笑 我想他相当勉强 毕竟我们还是出来 出来以后好像没有 一小时时间搞错了 还是地点弄错了 好像没有好多传奇的事情 那五月 这大太阳在底下 那我们就改成大太阳底下 在这个河边散步 我们也不错 在大太阳底下 所以那次我也去的 有没有在吉州湾月光底下散步 好像也有过 因为月光底下是这样 那个时候水源路很高 就是河堤了 水源路一直从中间 台大那边那段的路 几乎是不能走的 车子不能通 因为没有过游路面 都是十字路 所以不走车子的 不走车子 散步非常好 因为人可以走 所以马路千万不要修 马路不修的话 就是给新人走路 给新人好 一修了 新人就没有办法 利用 所以那一段的路 有一天大概也是中秋节的夜晚 我记得 但是我又邀请雨显出来 所以在 那是中国的月亮也很远 也很远 在沿的那里也看过月亮 那么我还要讲 在此之前呢 我也邀请过另外我一个朋友 同样有在那条路看月亮的过去 那位朋友 雨显可能不认识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离开季寿安了 是我一个大朋友 不幸后来去世 他是跟黄勇一样的一个一代才子 去世的早很可惜 他是谁呢 他是后来在政大教育 一个民宗术教授 民宗术大我大概五六岁 也住在季寿安 他住哪里啊 就现在季寿安 外面不是一张图吗 要改建的那个庭房 他住在那个庭房里面 那我住的那个三层楼那个楼 那已经早就不见了 所以现在 在宁宗术以前住的这个公室 这个庭房 现在要重建 那他是什么 所以我跟宁宗术也曾经 中秋节的夜晚 加上他弟弟 小孩三人 欣赏过季寿安的月亮 欣赏过季寿安的月亮 好 应该讲 回到蒋林海英的客厅 我怎么会到 林海英客厅上去的 这个可能就是何欣赏带我去的 何欣赏带我去的 何欣赏带我去的 那么是的 林海英先生非常的这个 慷慨热情 我想他不会是问我要稿子 他只是容许我去 那么 他是提供我问我要稿子 不过我们经常没有办法应付 因为当时我们现代文学的稿子 都给现代文学了 都没有时间再分出去 我只记得分过一篇的翻译到脸部去 那篇的翻译叫 翻译一个匈牙利的小说 一篇匈牙利的小说叫 《村中来了一个画家》 林海英他很喜欢那篇小说 所以他常常提那篇 村中来了一位画家 那么在林先生 我又喊了先生 我们当时女性尊称他 也是男女不分 也是先生 但是我没有直接喊过 当他的面喊过林先生 我想我从来没有当他的面喊过他是谁 这也是一种称呼 有些人你当面不喊他的名字 好 到林先生的客厅 我再顺便谈一谈何先生 何凡不是何凡是夏先生 何凡先生是他的笔名 这真是一位君子 我首先不讲他的为人 我很喜欢何凡的闪文 何凡先生在何凡先生去世之前 我跟林海恩先生 还有夏凡先生 我都讲过这件事情 我说大家忽略了何凡先生 我说大家忽略了河南些人的闪文 好在哪里呢 他有独特的风格 这也很重要 他有一种独特温厚的风格 你不管他写什么内容 你读他文字的音乐 就有这种温厚风格的感觉 他这个温厚的风格像谁的呢 像郑千先生 所以这两位我都很尊敬他们的闪文 那么在林海先生家里 何凡先生经常高铬满座的时候 他在他的书房里能够闻风不动 因为他要赶写他第二天的玻璃殿上 他数量是这么高 像一个入定的一个大师一样 他要等他玻璃殿上写完 他才开门出来 开门出来跟我们讲话 这是我自己觉得 关于林海英科典的一些当年的情景 好 我现在把这个 时间的教育给我们教授